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将香酒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为马了解一下 到了历史需要补课的环节 于少雷呢 他经常有一些 现代聊斋 后代聊斋的公众号 这些聊公众号经常被封 偶尔有一篇没有被封 我把它炉火至宝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是于少雷 原来南方知识时报 的一个有名的记者 隐经祭典的探讨 尖尘是怎么炼成的 不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这个左方先生 已故的南方周末的 创办人之一的左方 晚年出版一本书 钢铁是怎么炼不成的 好了我们现在不谈钢铁 谈尖尘 尖尘是怎么炼成的 网上有个乐意 最近因为抓了贪官太多 动不动的几个亿 动不动的正不解 那么多前不后继的贪官老虎 苍蝇 特别是老虎 他们到底是当官前就坏了 还是当官后才变坏 如果是当官前就坏了 那么他们是什么当官的 如果都是当官后才变坏了 那说明什么 这是个现实问题 政治评论年刻长篇大论 但虞少雷呢 就用了两个古代的 清代的这么一个典故 故事来自清代 神启凤 他有一本笔记 叫邪夺 笑话 或者这种随笔吧 这里面介绍第一个故事 叫老生变坚 这老生变坚呢 一个老和尚 骗谁是坚称 主节是谁呢 大家都熟悉的 古今中外 对到中国来讲 明朝的大监城 嘉靖年间的严嵩 严嵩还没当官的时候呢 跟王敏哉 有另外一个人 同在菩提寺东院 读书 某日 两人一起读史记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 提到了荆轲传 读到了荆轲传的凡以其自杀 严嵩说 这个人太傻了 还不知道事能不能办成 动不动就拿自己 向上的人头当儿戏 我都还不知道 荆轲行不行 我先把自己干掉了 说了 严嵩忍不住就笑了起来 王敏哉说 烈士复仇死亦无憾 这份志气 在之的哀悼了 说着说着 哭起来了 一个哭 一个笑 在读到 一水送行的时候 风潇潇 一水寒 壮士一去不复返 很壮观 很悲壮 在读到 一水送行的时候 严嵩又大笑起来 明知一去不复返 还是坚持要派他去 这个燕之国的太子丹 是又蠢又坏 王敏哉接着又大哭起来 壮士一去 风也萧瑟 水也乌烟 梁鹏之己 积筑高歌 生离死别 一千多年过去 我都还感到 有点愚痛 读书人 触景生情 接下来 荆轲传讲到 在秦庭之上 徒穷 必见 一击不住 荆轲反而被 嬴政反杀 靠着同柱 坐着大骂嬴政 严嵩 读到 笑得没有办法置意 边笑边说 这什么鸟刺客 真是不中用 两个人落了柱子 跑的时候 都杀不了嬴政 最后只能靠嘴炮 当然典故不是这么 文言文不这么写 嘴炮 王敏哉 到这个时候 哭得呢 类似一三 说四位知己则死 致死也有杀气 一击重 同住 杀不死嬴政 也足够把他下个半死 你看 一个严嬲 一个王敏哉 一个哭 一个笑 各疏 凶义 一时之间 笑声哭声 满寺院 整个菩提寺 东院 都是笑声 都是哭声 一个围观了 整个过程的老和尚 叹了一口气 说 读经科传 读哭的 乃人之常情 读经科传 读哭的是 人之常情 读笑的 这个人 深不可测 二十年后 那些忠诚意识 碰到这个人 没有一个逃得了 果然 哭得 王敏哉 后来担任 忠无县令 政绩 官声不错 而严嬲 因为轻辞 写寄天文 写得好 得家境地的赏识 平步青云 专权户国 陷害忠良 竟成了有名一代 第一大的奸臣 当年那个老和尚 就能够预见未来 却不能出手 拯救未来 这是不是 佛华所说的定解呢 老僧变尖 这个故事讲完 这个作者 沈启凤就评论 古人有 愚忠愚孝的说法 实在太有意思 他可以理解为 智商不高的人 才会有不分 青红枣白的综合笑 你看古代那些乱城宅子 都是绝顶聪明的人 所以对世人来说 道德比才华更重要 以少雷说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因为皇权世袭制 历史上低智商的帝王 多的是 但因为晋升门槛高 乱世立战功的武将不算 文成之中 只有智商极高极高的人 才有资格 有条件去专权误国 智商普通的 那就只能识读书 读史书 向王敏哉之辈 称实的 就当个郡县地方官 称到最后 也是正处级 副处级都不一定够得上 好了 那么为什么读经科传 读窟 只是庸才 而读得大笑不止的 却是聪明绝顶之人 我们这么来解释 嬴政不然该杀 但英国的太子丹 也不是什么好货 他策动了刺勤的动机 不是为天下苍生计 刺客列传写得很清楚 他并不是为国为民 而是他在秦为仁治时 被嬴政当众羞辱过 他想抱此失仇 荆轲 答应替他的刺秦 也是为了报答太子丹 太子丹 对他的知欲之恩 以秦庭之身严如虎穴 荆轲之勇自不代言 但他的刺勤动机 也没有什么大意可言 这么一解读也有他的道理 所以呢 清科刺勤千百年来 质疑的声音从来没有断过 苏东坡 在何陶勇荆轻科的一诗首诗 他这么写 太子不少人 顾飞万能应 胡为弃成谋 托国望此狂生 荆轲不足遂 他老田子老可经 燕造多其事 弃哉亦虚明 燕造多其事 弃哉亦虚明 苏东坡 对荆轲的评价 朱熹在处之后语中说 荆轲匹夫之勇 其事 无足言 没什么好说的 最狠还算是司马光 司马光 知之通见 他说他不过是太子丹 豢养的死士 想弄一把匕首 强烟若禽 太蠢了 所以西汉的杨雄评论说 要离 要离 聂政 荆轲 这些 刺客的行为 都跟义 一点都不沾边 站在君子的立场上来看 荆轲不过是个强盗 明朝的读书人严松 不可能没有读过 苏氏 朱熙 司马光 这几个前辈终生的文章 他针对荆轲所发的议论 不见得有多么的独到 多么的高明 最多我们看得出他很功利 很理性 这样的人 成为治国良臣 或者救国的奸臣 都有可能 余少雷说 拖一步来说 就算严松真的聪明绝顶 这也不是他后来成为 明朝奸邪之冠的充分条件 最多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因为那个时候 真的是有才才能当官 并不像某些特殊历史时期 既坏又蠢才能当官 至少严松是书法大家 轻辞写的一顶一流 虽然这些都是无用之用 但人家公敌摆在那 不像当代某些国学大师 吐出来都是狗屁不通的文字 一句话扫掉了一大片大师 所以呢 他说老生欲知之 而不能救 不过是剧情需要 骨子乱成贼子 皆聪明绝顶之人 这是事实 但不可能反推 凡聪明绝顶之人 皆会成为乱成贼子 否则杨雄 苏东坡 朱西 司马光 这几位 就该是另外一个命运 另外一户面孔 那么好了 神启奉 在这本书的经科传 他有一个结论 事故事不重财而重德 就是正确的吗 同样是神启奉这本书 叫邪夺 神启奉用另外一个故事 推翻了刚刚说的这句话 故事的主人叫赵龙江 还没有重举之时 在东城一家姓陆人家教师储 当时陆家的主人去世 留下 遗下一个儿子七岁 那么主人的妻子就聘请赵龙江 教他 某页 赵龙江正秉足读书 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门一打开 一个妇人走了进来 原来是新寡祖父 赵问何事 祖父含羞坦言 夫君七十多日 长夜孤枕难眠 今夕枫叶无边 愿向先生致见整席 共度良宵 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赵龙江 岭南正舍的说 妇人就该重视明洁 世子也绝不苟且 请自尊自爱自便 赶紧回去 不然 人言可畏 话说到这份上 祖父还是站着不走 赵龙江一把把他推出 他转身又想进去 赵龙江赶紧关门 祖父想伸手阻拦 赵用力过忙 祖父两个手指被夹在门缝里 惨叫一声 照下意识把门打开 祖父脱手而去 这位新寡主 回到自己的卧室 关上门 食指粘心 把他痛醒了 心想自己是名门寡户 为什么干着如此下贱的事 痛 羞 毁 辗转难眠 索性起床 找了一把菜刀 一狠心就把那两个夹伤的手指剁下 鲜血泵射 当即痛晕了过去 等到醒来也不敢喊人 忍痛捡起这两个手指 用石灰瓣上 再用布条层层包裹 锁进了一个盒子里 后面的这些事 赵龙江不知道 第二天自己赶紧就卷起铺盖 走人辞职跑了 怕生意外惹太多是非 赵龙江离开之后 陆家应该还在找其他的师祖老师 总之这个儿子长大了 考中了进士 到北京成了某部委的官员 估计也是副局级之类的 心想的母亲守寡多年 很不容易 便上表向朝廷申请表彰 他母亲的结议 弄个针结牌坊什么的 好巧不巧 这时候的赵龙江 也就是朝廷的高官 经表之事 就在赵龙江的咨询范围之内 国家民政部落估计是 他当然知道这个陆氏何人 看到他为母亲请经 心想你他妈的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可我知道 于是拒绝了陆子的申请 陆的儿子一次又一次的申请 都被赵龙江驳回 他是百师不得其解 心想请经这样的小事 一般是百分之百做批的 会不是我家当年拖欠赵先生的工资 他才故意刁烂呢 于是回到家 并把这个事告诉他妈 他妈笑了 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说着拿了一个盒子 交给他儿子 说你把这个给老师送过去 老师就知道 而且会有结果 陆家的儿子不明就里 但还要听妈妈的话 把盒子拿过去给赵龙江 赵一头雾水 打开 开始以为他要塞红包 毁落他了 打开盒子一看 里面的两根段子 拌在石灰里 缩水严重 但灰头里淫淋有血斑 他马上想起那天晚上 顿时明白了 第二天 记在他的请英申请表上 批复 同意 同意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表面上看平淡无稽 两个主题 赵龙江岭难不苟 路四复 翻难醒悟 共同谱写了一却 好家风 好了 问题来了 赵龙江这事 跟今天我们说的 奸诚是怎么练成的 有什么关系 只要说出赵龙江的名字 我们就知道有关系 赵龙江就是赵文华 赵龙江是他的号 赵文华是谁呢 是严嵩奸党No.1 在明史里面的奸诚传就写到 赵文华是因为有才 才被严嵩看重提拔 实时务的他 立刻令严嵩为义父干爹 严嵩知道自己作恶过多 得有亲信当通政使 通政使就是国家信访局 负责的皇帝整成奏章引荐成名 大概是中半吧 于是认命赵文华为通政使 但凡看到有弹劾严嵩的奏章 先扣下来 名为严嵩的义子 实为严嵩的义犬 家境三十四年 赵文华任公布四郎 巡视东南黄窝事宜 这个时间恶性人类 勾结湖中县 诬陷 害死抗欧有关的总督张经 浙江巡逐李天崇等良将致死 总督周冲洋仪被罢职 导致东南沿海倭寇日盛 赵文华以败报胜 被瞎了眼的家政 身为公布上书家太子太保 总督江南 折东军事 最后因为他日益交冲而适宠 又因见正阳门不得力 被家境撤职一落千丈 郁郁而死 死后又被劫出在职期间 侵吞金响十万四千十 累计其子其家 永世不得翻身 如此乱成贼子 未得志的时候 得财双心 半夜都能够大义领南 俊记年轻寡户 主动献身 所以你说 事不重财而重得 有用吗 有个鸟用 梁子提经 这是另外一个典故 神启奉的评论的风向 马上转 不可因贤者而户其短 不可因不孝者而莫其长 就是说 人要一分额的来看 大奸大恶 如草草勤愧 也有爱财向上的一面 明代奸贤之冠 阎松十年寒窗时 其志向情操 跟其他读书人 没什么两样 不外乎就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等等 至于年轻时有才华 道德感爆棚的赵文华 为什么中路奸党呢 其实跟袁松 最后成为奸邪之冠一样 神启奉给了另外一个答案 处负责者义 处负贵者难 热忠之恋害之也 什么叫热忠 热忠什么 各位都知道 热忠的就是权力 换成另外一句名言 就是当年 当年宋美宁听到了延安 散钢林边西的人很青年 没有什么贪污什么之类的 宋美宁说 他们还没有尝过权力的职位 所以仪少雷说 一个人是否会成为乱层贼子 跟智商道德没有关系 关键还看 你的权力是向谁负责 以及你这个权力受不受监督 再吐一句 今日朝中 奴言松者 尚有其人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